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参议院的一员来自爱荷华的 是美国参议院叫检举委员会 叫检举委员会叫什么什么 那么一个机构的成员 但是他因为因为美国参议院是共和民主党的战线 所以他不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他两年前拜登一上台 他跟这个强生一直在参议院调查拜登家族的故事 这是他刚才在今天傍晚的时候 在参议院发言 他就交代了 他就讲出了有关在叫做FD1023号这个文件当中的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说法叫被编辑了一部分 被编辑部分就是FBI的人把它做了修改 做了修改之后才给了整个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所有成员 允许他们来观看 但是格拉斯利跟这个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科默 他们看过原版的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在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大家解释过 因为那个人就是那个举报人呢 他的资讯太高了 我个人相信以他那么有经验资讯的 他一定他们手里头有副本 我当时跟大家解释一定有副本 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必须要看到正本 所以他心里有谱 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 要逼迫对方拿出正本来 当拿出正本之后 即使你被编辑 即使FBI被编把那个文件给编辑了 那我也可以跟你就撤开了 因为你把正本拿出来 第一这个东西有 第二这个东西绝大部分都存在 第三你把关键部分给编辑 不让人家看 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也不是真相的问题 对不对 是你FBI的问题 是你司法部的问题 其实问题是在这里的 那FBI的人就是 我跟大家解释 就像吃拧了似的 其实给我感觉很多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意思就是说 有些事情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更何况干了FBI的人 有些东西根本掩盖不了 就是说你已经办不了 办不了你赶快就 你不如争了 对不对 你求得自保都是件 都起码是个方式方法 如果你根本都 如果一个人在FBI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失去了对事情真相跟未来的判断 特别是他的局长的话 FBI也有点太水货太菜了 但是现在的FBI是这样 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事情是不能解释的 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顺理成章可以解释的东西 但它就这么爆发了 有朋友说 那你又回到你那个说法 这是天意 真的是天意 有些聪明的人 你看起来办的都是非常傻瓜的事 那有些傻瓜的人 办的都是 哎 很具有条理的事情 但个人 一些个人的东西有比较彰显出来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在FBI拿出相关证据之后 FBI拿出相关证据之后 特别是在 川普遭到了美国特别检察官的 这个 特别检察官的这个刑事诉讼 三十七项罪 星期五 结果今天呢 这个 这个 俄拉斯利突然在参议院发难 发难的意思 发难就是说 他说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引用了 川普的一段录音 促成了对川普的这一次的刑事诉讼 那段录音是发生在 发生在新泽西的川普的这个 川普的这个 这个 高尔夫球场 是他个人在跟他个人的一些环境中 去讲的话 被人录音了 那到现在 川普没有反对那段录音 那那段录音是真的 就是川普是被出卖 我相信 大家朋友一定要小心这东西 川普被出卖 而川普说那些话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些话是除了彰显自己 就是彰显自己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话 成为了 迫害他的人 一个实际迫害的一个基础 一个借口 这是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解释过 有朋友说啊 你狭白你不懂川普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好说你什么 川普现在瘦子 不知道是怎么样 就一个老头子给整成这样 啊 站在背后 谁站在背后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很多东西就是 你吹牛皮没有用的 我跟你讲 喊口号都没有用的 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有些事情 他的麻烦很清楚 这是一个很令人感慨的故事 我只能说很令人感慨的故事 本来根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那正是由于这个东西 他引用了那个录音 可不是说 美国的这个特别检察官 引用的录音有多对 这可两回事啊 川普从来没有卖过国 川普从来不是个间谍 川普只是真正爱这个国家 现在是拜登真正在卖国 而且不是今天卖的 十年前就卖了 十二年前就卖了 副总统时就卖了 然后美国人民把他选成了总统 你说是缺心眼 是有病 是神经错乱 还是什么东西 到底谁有病了 那么故事在这儿呢 对不对 你得弄清楚这故事 那现在格拉斯利 就在参议院的地头上 地板上直接讲 你特别 你拜登的特别检察官 只用川普所谓的录音 去指证川普 而你现在 我现在要问你 你的FBI跟你的司法部 拥有你直接出卖祖国的录音 十七段 十七段 他们早在2015年 2016年就知道这段故事 今天是2023年 我问你FBI跟司法部 到底做什么了 这话问的也挺绝 这中间还有共和党 还有川普四年 也没有做法 任何人都没动这动力 你说是不是斜了门的东西 美国想不衰败 我觉得美国想不衰败太难了 所以格拉斯利是从这个角度 其实他是站在川普的角度 来对抗今天的左派政府 那左派政府的做法 对拜登的明显的这种贪护 是非常直接了当 那他就讲了 FD1623文件里面 包含了明确著名有十七段录音 谁录的呢 是乌克兰能源公司这家董事长 录了亨特拜登十五段 录了拜登总统两段 是拜登总统跟这位 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老板 直接的对话 那他为什么要录 就是乌克兰这个老总 一定要为了保护自己 然后他成贪污怎么办 他前一分钱没拿着 那一千万美金怎么从公司里支出来 整个故事就这么来 所以就成了爆炸式新闻 那这个录音呢 他是在FBI 他是在这个1023档案上 记述了有这录音 那这个录音应该现在在乌克兰 这个能源公司这个老板手里头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这老板到现在是死是活了 不知道 就在这个录音刚被要披露之前 昨天吧 拜登又给了乌克兰21亿美元 他要这点钱给美国政府费用大了 这回可费用大 又给了21亿美元 所以基本我就把这段故事就讲完了 所以因为这段新闻呢 大概刚刚出来不到一个小时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段录音 基本上讨论就这个内容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 拜登总统作为副总统期间 是真真切切的用了500万美元 卖掉了自己的国家 因为他当时所谓的影响政策 是他2018年承认的 对当年对乌克兰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项 拜登威胁了对方 自己拿走500万 给了儿子500万 所以而当时的拜登 当时在被迫的情况下 乌克兰只能答应 因为乌克兰的所有外交政策 是由当时的拜登副总统来注意的 所以这段故事基本就 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那他被揭露出来呢 那格拉斯里直接指责 FBI跟司法部 他说你们两个单位 到底在干嘛了 因为这个东西早就有了 早就记述了拜登总统 卖国的事 那里面记住了17段录音 这17段录音 你FBI手里在哪 你拿到没有 那FBI在给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文件拿出来的时候 就把这部分内容给删除了 就是给编辑 其实就给抹掉了 所以他们普通的议员并不知道 但是格拉斯里知道 科莫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就像一种政治游戏式 对吧 他们俩知道 他们当时也没有说 当今天走到这步的时候 格拉斯里发力就说了 所以格拉斯里的重点 不是在拜登总统身上 格拉斯里重点 一直在FBI跟司法部身上 而FBI司法部到现在没敢解释 我们就讲这段录音了 就这段刚才他的发言 对于川普总统身上 中文字幕称 提供的主持人 提供他主持人 Hunter Biden allegedly has audio recordings of his conversation with them. 17 such recordings. According to the 1023, the foreign national possesses 15 audio recordings of phone calls between him and Hunter Biden. According to the 1023, the foreign national possesses two audio recordings of phone calls between him and then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These recordings were allegedly kept as a sort of insurance policy for the foreign national in case that he got into a tight spot. The 1023 also indicates that then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may have been involved in bergement employing Hunter Biden. Based on the facts known to the Congress and the public, it's clear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he FBI, haven't nearly had the same laser focus on the Biden family. Special Counsel Jack Smith has used a recording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ell, what is U.S. Attorney Weiss doing with respect to these alleged Joe and Hunter Biden recordings that are apparently relevant to the high stakes bribery scheme? 所以大家就看到 这就是 我个人就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挺感触 他感触在哪儿 就是你说到底是正义 到底是两党的一种利益交换 政治交换 还是一种真相的披露 挺感触的 真的挺感触的 他 对方 以这样的方式去惩罚川普 那这些议员就站出来去对着拜登 时间上正好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那而内容本身呢 美国司法部跟FBI早就有 那他们也早就看过 所以就是在某种 我个人能够看 唯一能够解释的吧 就是说他正义也好 两党争持也好 怎么样也好 这都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那内在东西就是 让大家所有人看到 美国社会 美国政体的整体的衰败 人们想拯救他 靠什么去拯救 其实包括川普也没有能力去拯救 没有能力 川普表现出他个人的品质 但是呢 这个机构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机构 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背景 那当时川普在拜登拿走 十七段录音 和拿走五百万整个故事的过程中 经历了川普四年的任期 那川普也更换过司法部长 FBI的老板 都不能够 都不能够把相应东西拿出来 相反 川普去压迫乌克兰总统 当索伦斯基要对川普 拜登家族的这种 这种真相的搜查 却遭到了当时的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的弹劾 所以这是故事 但这是真相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个体者要明白 这样的社会是不会长久的 这样的整个背景也不会长久 人类人们必须为他付出代价 必须遭到惩罚 这是一个整体道德沦丧的标志 没有整体道德沦丧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美国政坛的表现 没问题 最近从这边的精神 TION 版